臺灣人愛喝手搖飲 但是很多飲料店扛不住成本壓力上漲 紛紛調漲價格 現在在社群平臺上也傳出五十藍飲料店 明年開始也要漲價 公告上寫著因為營運管銷成本不斷提高 為了提供優質產品 因此在明年一月十號產品調漲五到十元 消息一出網友調侃 以後不能叫五十藍了 要叫六十藍 甚至還有人聯想 因為明年度最低基本工資要調漲 所以在年頭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商品都會變貴 所以還是趁著漲價前先趕快喝 但是也有人支持漲價 因為其他飲料店一杯 已經動輒七八十塊 五十藍這樣的價格 已經算是比較親民 不過實際和總公司求證 他們澄清表示調整價格的部分 目前內部都還在研議當中 至於這間分店 為何會悄悄放出漲價公告 總公司也坦言 內部將會再進行檢討